大家好,我是Stan 昨天在韩国论坛 ESPA在大学庆典的对嘴舞台 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5月份是韩国各个大学 会邀请当红歌手举行庆典的时期 而这次是因为疫情后 时隔两年才举办的庆典 所以ESPA要出席高丽大学 汉阳大学庆典的消息传出后 马上就收到了非常大的关注 但是在高丽大学的舞台结束后 高丽大学的匿名社群里 就出现了很多吐槽的留言 我很喜欢ESPA 但是对嘴觉得是有点夸张 大家都说在Kochela没有唱得很好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而这种庆典应该就要开麦吧 真的一听就知道没有开麦 一点都不会感到兴奋 庆典大家都会清唱 第一次看过对嘴 对,因为ESPA在高丽大学没有开麦 所以部分粉丝们就感到非常不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说想要算ESPA 但是站在学生们的立场 花大钱请到了大学庆典 应该会对对嘴感到不满吧 别的歌手来庆典都是刘涵开麦用心唱 只是做了对嘴舞台后就去了别的学校 真的是一点礼仪都没有 我是ESPA出道粉 一直因为对嘴引起争议 真的是很厌烦 虽然不想提到别的爱豆 但是Reddit在高丽大学有开麦 真搞不懂为什么只让ESPA对嘴呢 就算是孩子们实力还不好 站在粉丝的立场 还是想要看到清唱舞台 四首歌里最起码两首可以开麦吧 现在看很多留言真的很生气 但是想要护航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SM不要再闭眼之耳了 让孩子们开麦吧 我也是ESPA粉丝真的很伤心 看安科舞台跟Kochela的话 不是不能开麦的实力 真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现在真的觉得 还不如清唱失误被骂比较好 SM到底是在想什么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的舞台 这两天 Winter的双马尾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让那些人嫉妒 所以又突然创造了这对嘴争议 一直有人说现场反应不好 但实际上当天现场反应非常好 现在不用说对嘴很好 但是不可以造谣 反应不好没有成一等的谎言吧 对于ESPA大学庆典对嘴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保镖用力推粉丝后 爱雨的反应 昨天在电影broker团队一起入镜的时候 因为行程已经公开 所以机场来了很多记者们粉丝们 而在移动的时候 保安推了粉丝们 看到这个情况后 爱雨拉着保镖的手背说了 不要那样推 也担心了跌倒的记者们 所以不是我一个人流泪了 为什么这么催泪呢 真的不能不爱 虽然不是粉丝 但是爱雨的人品真的很棒 好温暖的一个人 希望粉丝们能好好遵守秩序的去看爱雨 别忘了你们做错的话 被骂的人是谁 爱雨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